好,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期望值的定义 也看到了期望值的一些定义 而且看到了变异数的定义 就是valiance的定义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件事情 就是刚刚我们有用到e of s 平方这件事 甚至我们还用到e of s 减μ 平方这件事 那所以随机变数可以拿来跟别人做加减乘除 随机变数加减乘除之后所形成的函数 也可以再加减乘除 那这样的结果就是说 那我可不可以弄个随机变数的多项式 什么叫多项式 多项式就是 s 的 k 次方加 比如说 2s 的 k 减乘之方之类的这样 多项式那我能不能弄个随机变数 把它当成一个数字的感觉 然后让它再变成一个多项式 那就变成 g of s 随机变数 它本来就是个函数了 函数的值在套上一个函数 可以的 只要它具有那种怠数结构 也就是对加减乘除而言 都具有同样的怠数结构 我们就可以套上多项式 那我们刚看到了这些定理 这些定理不就形成一种怠数结构吗 这些定理形成一种怠数结构 所以我即使在随机变数上面再套一个盘数 也是可以套得上去啦 因为它具有这些怠数结构 好 那甚至还有一题 我觉得当习题 e of s y e of s y 会是什么 e of s x e of y 如果s 和 y 独立的话 e of s x e of y 对不对 应该是吧 如果s y 独立 e of s x e of y 应该等 e of s x e of y 那 这边 随机变数 已经是个函数了 我们再给它套上一个多项式 那 就变成这个样子 e of gs ok 那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可以写出 e of s 三四方加2s 比方加3s加2s 像这样子的多项式 因为我只要把g of s 套成这些的词进去就好 那根据上面定理123的特性 上面的那个定理123 就是可以 什么叫定理123 这个定理123 ok 根据这个定理123的特性 我们就可以算说 ok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就把它拆开 根据那个加法 可以分拆的 然后再根据 系数 常数系数可以提出来的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再根据常数 就等于 等于常数 e of c 等于c 就提出来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 e of s 三四方加2 e of s 平八 再加3e of s 加2 所以 这个东西全部可以往外提 变成期望值的多项式 本来是多项式的期望值 变期望值的多项式 那这里呢 你会看到 我有e of s 这是什么意思 e of s 就是μ 就是平均值 那e of s 平方 又什么意思 e of s 平方 其实 不是变因素 变因素 是e of s-μ 的平方 所以e of s 平方 那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二级洞叉 那e of s 就叫一级洞叉 那e of s 三方呢 就是三级洞叉 这里牵涉到 我们跑出了一个 感觉很奇怪的名词叫洞叉 这只是一个名词 就是说 s 的期望值 s 一次方的期望值 就叫一级洞叉 s 两次方的期望值 就叫二级洞叉 s 三次方的期望值 就叫三级洞叉 只是个名词嘛 定义而已嘛 没什么啊 对 但是它有用 用在哪里 那 s 四方的期望值 不就是定义成 k 几洞叉 k 接洞叉 ok 那洞叉就好像 期望值的多向式一样 那 我们可以把任何一个 多向式的洞叉 写成 k 一个洞叉的组合 就像类似这样的写法 本来是多向式的期望值 变成期望值的多向式 ok 就像这样式 那这里就会有个 越来越 越玄妙的概念 我现在讲的东西 微积分回来了 所以各位可能要小心一点 微积分回来 而且泰勒展胎寺也回来 还记得微积分泰勒展胎寺吗 麦克罗林急处 回想一下 什么叫泰勒展开式 把一个函数F对不对 不断的微分 不断的微分 那最后我想用一个 多向式去逼近这个函数的时候 那个多向式的系数会是什么 K接分之F K次微分泰勒 K次微分泰勒 乘以什么呢 泰勒展开式 那当我去 去有了泰勒展开式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去取一个神奇的函数 这个神奇的函数叫什么 叫MST 这MST MST是什么呢 就是 S的动差生成函数 加上一个T进来 这个T 这个变数 如果 那把这个T加进来之后 MST定义成什么 定义成 E of E的TS 这个E又跑回来了 E这个吧 2.71828 为什么是2.71828 它有什么特性 E的S次方有什么特性 E的S次方 它的微分 就是E的S次方 E的S次方 那为什么是2.71828 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 E为什么是2.71828 因为它就是E加PELTAX分之1的PELTAX次方 或者是E加N分之1的N次方 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E加N分之1的N次方 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是 会趋近到2.71828的这个数值 那 这个数值有什么玄妙的地方呢 这个数值玄妙的地方 就是 当它带进去的时候 造成E的S次方 它会变成微积分的单位元素 OK 也就是微分也是它自己 积分也是它自己 OK 那我再乘上一个T E的TS次方 再取期望值 那这会有什么特性呢 什么特性 这里 那个麦克罗林极数跑出来 麦克罗林极数跑出来 麦克罗林极数跑出来 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E的TS次方 我们把它拆成麦克罗林极数 那它就变成E加TS 加2接分之TS平方 加K接分之TS平方 加K接分之TS平方 那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它的每一项都有值 只要T不为0 每一项都有值 对不对 T只要不为0 每一项都有值 那所以 只要T不为0 在某个开区间 負H到H之内 都不会发散 都都不会趋近无限大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动差生成函数 就会存在 如果这个动差生成函数存在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算 动差生成函数的 回到定义的算法 EofE的TS次方 就是Sigma S属于S EofTS E的TS次方乘以PS 这是它的 回到定义的写法 回到定义的连续写法 就是这样 用积分而已 那这个动差生成函数有什么用 到底它有什么用呢 来看一下 太热展开式 如果我把EofE的TS次方 做太热展开式 取麦克尔零级数 那你就会看到说 OK 不管K为何 每一项的SK次方 前面 都有P的K次方 除以K次方 所以它都不会消失了 它的数字都会存在 那这个数字都存在的结果 就是说 我基本上 可以用多项式 用多项式来描述 一个随机变数S 按它的机率分布 那 用多项式来描述随机变数S 然后取期望值 就连它的机率分布也一起 考虑进来 所以 这个EofE的TS次方 会变成什么东西呢 它会有一个对应关系 把S对应到E的TS次方 而且每一项微分式 SK次方的微分式 每一项微分式 係数都不会是0 好 那 这个有什么用呢 这样 动差深层函数 在数学上 它就代表了一个随机变数 加上机率分布等指纹 指纹有什么用 我知道你的指纹 我就知道是你犯的罪 我就可以唯一确定就是你 同样的两个不同的函数 它取动差之后绝对不同 两个相同的函数 取动差之后绝对相同 所以它有E对应对应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如果想计算什么东西 在这边不好计算 我就转到动差那边去算 算完之后再转回来也可以 这种E对E对应关系在数学上 就会很好用 万一我这边不好算 我就算另外一遍 还记得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上拉普拉斯转换 是不是把一个 本来 回分方程的东西 转成多相式 算一算之后 再把多相式再转回去 然后你就算是解答了 对不对 有印象吗 忘记了 微分方程 转成多样式 算完之后再转回去 你就算出那个微分方程的解答 同样的动差生成函数也有这个效果 你这边不好算 你就先把它转成动差 转完之后呢 细算结果再把它转回来 所以动差生成函数就变成一个 几率分布的齿文 那这里 我们没有办法在数学上再更深入的 去做这些深入的探讨 但是 你可以知道 如果两个几率分布 P-S和P-Y 洞察生成函数相同 那 S和Y 还有P-S和P-Y 4B也都相同 OK 好 所以呢 就代表每一阶的洞察都相同 那这两个分布就是一样的分布 那所以你可以回顾一下 什么叫做麦克罗林奇数 OK 那 如果 两个函数的麦克罗林奇数相同 这两个函数必然相同 OK 这是高等微积分 等类的 但是我们在微积分里面有讲 可是我们没有讲证明 因为这个证明就 就是高等微积分里面 比较困难的东西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 动差生成函数来算 那各位还记不记得 在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上微积分的时候 我们有 讲到一个油拉公式 我看到有人在皱眉 也许 对 油拉公式是什么 1的ix次方 等于什么呢 i 是那个虚处 根号 1 1的ix次方 等于什么 cos s 加上 i sin 对 有印象吗 有印象吗 好 好 那同样的 如果我把ts前面再加个i 会怎么样 ts前面再加个i 那事实上你这个1的i次方可以提出来 1的i次方可以提出来 1的i次方可以提出来 1的i次方乘以eof这个 这个东西在数学上 又有另外的用途 他就称为特征函数 那基本上 他在 因为他转到复数空间的时候呢 这些定理 就 就 因为复数空间有一些特性就是 就是 连根号不一都存在的话 那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形成一个群体 OK 所以当 当你把它转到复数空间的时候 很多本来震不出来的定理就震出来 所以为什么要用特征函数不在这里 好 那带斯这个假就太深了 所以 各位大概晓得 有这个东西 那之后呢 碰到每一个 比如说糖泰分布的特征函数是什么 指数分布的特征函数是什么 这些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提 但是你今天先有个概念 这个概念就是 动差生的函数 还有 随机变数的次方 是什么意思 那这些是必须要有个概念 那 这里 我们就回到一个问题上面 为什么 数学家他们要把随机变数定义成一种函数 然后 映射到实数空间上面 为什么不直接对样本做机率预算 其实是为期望值而不得及 如果你不映射到实数空间 那就没有办法算期望值 正面没有期望值 白面也没有期望值 只有映射到0.1才会有期望值 OK 所以 之所以这样定义 之所以定义随机变数是一个函数 是因为 它必须要算期望值 好 那有了可以算期望值之后 如果 像3s s加y s-2y s乘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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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合起来 空间变成 假如一个有n个 一个有n个 那就变n乘n个 那个就是比卡尔空间 那变成比卡尔空间的 作为它的样本空间 那这样我们也可以算 任何函数的期望值 任何函数的期望值 那这个函数的期望值呢 如果今天算一个特殊函数的期望值 叫e的ts 是吧 的期望值 那根据麦克罗银集数 然后数学上就可以证明说 它基本上有指纹的特性 一堆一堆 ok 那所以我就会转换到另外一个 洞察领域再去计算 好 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内容 那各位 我建议你 把这一张 稍微花一点时间 现在就看一下 那有任何问题 就立刻提出来问 因为这一张有点难 数学上 我们用到 期望值动差函数 函数的函数 而且 1的tms 次方 这种东西又跑进来 所以它会有点难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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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